大家好,欢迎回到汉庭聊中国 上一集我们谈到中国大陆经济崛起 有对内改革,也有对外开放 透过对外开放,大陆最大程度的利用了外贸与外资的力量 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从而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一环 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WTO之前 大陆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累外汇储备 同时通过较高的关税保护正在发育的民族工业 2001年以后,大陆的工业化初见成效 更需要透过自由贸易获得更广阔的世界市场 加入WTO后大幅降低关税 随着中国制造的实力越来越强 中国也越加积极推动全球自由贸易 大陆一边维持既有产业 一边扶持新兴产业 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大陆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不断攀升 到目前为止 全球供应链的趋势是中国制造 在低端产业里占比越来越少 但是在高端产业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比如航空航太高端装备高性能电脑 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等领域 中国的出口在全球的占比 一旦美国德国旗鼓相当了 除了国际贸易 中国对外开放了另一个成就 在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那这有什么牛的呢 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一个最普遍的困境 就是缺钱 解决的办法 一是自己出口专外汇 二是引进外资 中国大陆两个东干 两样都强 1980年 中国大陆的外资流入量 仅为0.57亿美金 居世界57位 而到2014年 中国大陆吸收外资规模 高达1196亿美金 外资流入量 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2015年中国大陆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 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 而中国大陆 进出口总额的将近一半 都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 可以看出 引进外资 对于大陆经济有重要贡献 但是中国厉害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能一边开放 一边维护经济安全 引进外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是比双刃剑有危险 像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 或是泰国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经济发展的状态本来很不错 却很快发生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 哇 元气大伤 惨了几十年 这些危机的背后 都有着国际金融巨鳄的身影 那这些国家发生了啥事呢 当一国开始对外开放 外资就会直接杀戮 购买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 以及金融能源电信交通 等事关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 那布局完成之后开始制造金融泡沫 推高资产价格 最后大赚一笔撤资离场 配合的美金的升息降息 就是在剪羊毛了 那这些西方为首的金融巨鳄 果然是没什么良心了 也不意外 但奇怪的是 外资在中国并没有采取这个套路 而是进来之后 老老实实搞生产做实业 真正带动了中国工业水准的发展 那难道是因为他们大发慈悲 良心发现吗 那当然不 真正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中国不允许 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 正好遇到拉美债务危机爆发 大陆一看 哎呀这得警惕啊 中国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就是如何一方面能最大限度的 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 而另一方面又能有效规避外资的投资行为 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所以大陆并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 选择对外资全面开放 而是严格限制了外资的准入范围 鼓励外资做实业赚钱 而不允许外资掌控国民的经济命脉 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外资 却也没有盲目推进资本专案的自由化 严格限制了国际热情的流进流出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 尽管中国大陆当时的金融体系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 但是几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原因就在于中国在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 依然审慎了保持了资本的管制 那些鼓吹什么金融自由化市场机制这种人 往往就是拿着枪炮想要击垮攻击你们经济的人 大陆没听信西方那些胡说八道 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80年代从沿海地区开始 外商直接的投资越来越多 占中国GDP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而且不是去搞什么房地产 7成以上集中在制造业 比如中国汽车行业的崛起 从1984年北汽和美国合资建立 北京吉普生产线开始 全世界最主要的汽车公司 都在中国有投资项目 先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再从中国向全球出口 而外商的投资是直到2008年才开始下降 当然是因为金融危机 以及大陆的民间企业竞争力上升 民间投资增加 相对外资的比例就减少了 总之过去40年 大陆的对外贸易增长和外汇储备增长 正是全球大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资源和需求 也给大陆的民间企业实现技术交流 和对外投资 那前面呢 我们都只说了大陆的操盘 不过呢 我们得放大到全球格局来看 90年代以来 全球正好面临被美国洗劫的惨况 造就了美国的经济繁荣 然而巨量的资金 溢出的美元 急需要大量的商品 来满足美国的生活 因此下一讲我们放大格局 来谈谈中国加入WTO的国际局势 汉庭聊中国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